waterproof感 Veterans 投降 комментар prey 我個人心裡都渴望有 эти良良 силь的關係 我可以愛亦都可以被愛 我跟你的關係當中,充滿著恩典 有什麼概念可以幫助我們 跟人之間的關係, fiberglass 可以深化? 有個婚姻專家他提出 他说夫妇之间需要想象大家是一个银行的户口 就叫做emotional bank 情感的户口 每一次我们去到勉励对方去爱对方 去关心欣赏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在入钱进去对方的户口 每一次我对对方有批评有埋怨的时候 就在对方的感情户口那里提款出来 他说怎样去维持一个好的关系 就是经常去到存钱进去对方的户口那里 就尽量不要拿钱出来 当我们存得越多的时候 对方的感情就越来越丰富了 大家的关系就自然会不断增长了 其实这个感情户口的概念 不是只是夫妇用得着的 所有的朋友 教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跟家人的关系其实都是一样 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 当然他说凡事不可亏欠人 保罗肯定就是在金钱上的亏欠 比如老板有权的不应该欠工人的工价 但是在彼此相爱上面 彼此卫系关系上面 就常要以为有亏欠 即是说我每次见到弟兄姊妹 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 去到家的时候 任何的关系 我都要带着一个欠债的心态 我是欠了你的 我需要存款下去你的生命当中 以致我们的关系能够继续增长 让我们带着这个爱人如己的态度 进入我们的关系里面 彼此之间能够拥合的相处 让我们的关系见到神的爱在当中